风浪下不来 通过第二轮短片了解一下张先生的感情经历 他提取离婚 鱼儿盼给我 我为了照顾鱼儿 要当的要当吗 没时间考虑爱与情长 好不容易小孩打了 我会穿好期 后来跟一个鱼医师谈了五年的恋爱 太方太精密 我连年花前的边边看不了 鱼医师分手 这一次我找个他讲讲新的话 我不需要你暴门欲慌 只要你先回吃饺 亲爱的我一直在你身边 你好你去哪里 我是从河南过来的 我老家是河南的 徐家宾是外地的 你要恢复好的 我要找本地人 好久的本地 你去到海洋是吧 是的 但是我老家是河南的 我要找本地人 11号是本地的 不是 我在黄梅 你在黄梅是吧 他前夫害你 晓不 他前夫害你 晓不 因为他前夫也是开大巴的 他忘了那个开大巴的 他就商量 我实际上跟爸好聊 你要刚才把爸好 有把它排除了 你要我排除了 哪里好好跟你说话呀 那都是我的错 对对对对你配个故事 对不起啊 没关系的 没关系 哪有几大 11岁 你看他晕了 可以说我还我还听了吗 我忙好了 跟你前妻还有没有瓜哥呢 不对 那比方说是 就是说喂房子的事啊 喂牙的事啊 还有比如哪个呢 房子搭担子啊 搭担子啊 搭担子 房子拔两套 牙开了五位两套 我也不错 蛮好 你不瞧气啊 你不存在瞧气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选择的权利 是不是啊 不能够瞧气 在这个上面 搭气啊 我是一个外地人嘛 还有就是在武汉 现在相当于就是一无所有的 在我的女儿还小 负担比较重 两年前的时候 你的娘就是我的娘 房子我有 不要得找房子 你在屋里 你不想上面 你这有屋里 是我的走过的 要在那个市 好吧 你是嫁到武汉来的吗 97年来到武汉 嫁到武汉 对 离婚什么时候 06年 什么原因呢 跑船的 在哪儿 嫖到哪儿 所以当时离婚的时候 房子都是公公婆婆的 我也什么都没捞到 到最后 就捞到一个孩子 哪儿